在這麼感動的演唱之後 我們要來邀請的是一個非常特別的 特別的講者 我是說接下來的講者很特別 是因為其實我第一次知道唐鳳文原是 十多年前 從唐光華先生那裡 知道了就是說 因為其實有一些台灣的社會 其實原來有一群很特別的學習者 然後他們在體制內 找一些路 可能有一些衝撞 有一些在 因為種種的學習屬性 或者特別的秀異 或者有一些學習者 他是特別的有一些學習上的偏向性 那我很多年前知道之後 然後到後來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是 唐鳳中委員 後來知道的時候他是接中委員 那其實這一路過來 看到尤其在看到唐鳳委員的一些介紹的時候 很抱歉我要這樣講 我常覺得唐委員是外星人 就是那種感覺就是 其實他的思維是跳脫於我們非常多的 而且是很前瞻的 或者是說甚至前瞻這兩個字 我也覺得很難去蓋破 所以我覺得我接下來做任何的介紹 其實我覺得都是畫蛇天足 因為當他站在台上 跟我們用他的方式跟我們溝通的時候 我覺得那就是一種創新的展現 所以接下來呢 唐委員要為我們談的 我覺得我看了這個題目 我覺得這個題目 其實這幾年的台灣社會一直在談 台灣社會創新發展趨勢 但是到底要怎麼樣才叫做社會創新 這其實也是這幾年 教育部的計畫有很多的關懷 但我做一個教學現場的老師 我常會有一種焦慮 那個焦慮來自於 如果我自己作為一個老師 我沒有往前快步去貼近社會的脈動 來至於知道更大的一個 不只是知識系統 而是整個運作系統的發展 甚至有一些議題的所在 我不知道我跟學生談社會創新的時候 我自己應該怎麼去切入 我覺得那是心虛的 那因此呢 其實也特別希望說 今天請唐貨委員來談這個題目 我們能夠有所學習 那接下來呢 我就把握時間 我們就用熱烈的掌聲 來歡迎唐貨委員 謝謝 大家好 非常高興能夠來這邊 我的演講其實一向都是大家一起決定內容的 我都沒有一定要講什麼 所以如果大家有手機或其他可以上網的設備的話 麻煩連到這個網站 像是slido.com slido.com 那連上去之後呢 它會要你輸入一個數字 那警號是不用輸入 就輸入今天日期709 那輸入之後就按綠色的箭頭或者join 就會進入一個匿名的一個聊天室 那在接上來的大概一個小時 又十分鐘吧 左右的時間裡面 我就是會用大家的問題 然後來當作我的講話的這個內容 已經有人上來了 已經有人寫了Bravo 那所以我們就示範一下 就是 對每一個大家問的問題 我會像這樣子把它高亮度起來 然後呢再把它收回來 如果我把它處理好了的話 所以大家進入slido.com 709之後 就可以看到別人問的問題 如果你也想要問的話 你就只要按讚就可以了 那按讚的數量比較高的 它就會浮在比較上面 那按讚數量比較多的人 我想我如果回答的話 我就會花比較多的時間來回答 那任何時候 如果大家想要追問之類的 當然一方面可以舉手發問 但是二方面 最新的問題 也會跑在最底下的這個螢幕的這個地方 那所以就是 並沒有特別的涉現任何的題目 所以就歡迎大家隨時的來 帶來這個貢獻 所以已經有很多人在商量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 我想社會創新其實 我這邊也不是說一定給一個定義 我只是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個理解 我們目前在行政院裡面 我擔任職務委員的這個工作 絕大部分的時候 就是在各個不同的部會 跟不同的利益關係人中間 去找出一些創新的解決方案 那在上個世紀 其實大家對於政府的想像 很多時候是上中間的這根繩子 那什麼意思呢 就是它同時有兩個角色 一個是組織的角色 一個是仲裁的角色 組織的角色就好比 你把社會上面的各種不同的議題 像關心環境的朋友 跟關心經濟開發的朋友 關心勞工的朋友 跟關心資本市場的朋友 關心各種不同的議題的朋友們 透過我們政府的 可能是一些議員或代表 或者是我們政府的一些 一些常規的一些代議的政治 去把這些朋友們組織起來 然後試著找到 雙方可能可以各讓一步 然後比較公平的一些 仲裁的一些方法 那但是呢 到了這個世紀 尤其是到了手機出現之後 其實政府的這個功能 就越來越困難 在以前我們還可以說 政府引領創新 但是現在只要關心相同事情的人 他根本不需要等到主流媒體 也不需要等到任何的代議士 去把它組織起來 在臉書上 在Dcard上 在PTT上 在Twitter上 只要一個關鍵支隊了 一瞬間25萬人就上了街 或者一瞬間幾十萬人 就在網路上面組織起來 在這個過程裡面 如果政府還想要說 把大家組織起來這個角色 就會發現大家自己組織的這個量體 已經遠超過本來的 那我們如果想要在中間 進行仲裁的話 這個繩子就會繃得非常緊 可能還會斷掉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們在推動 所謂的社會創新的時候 我們特別講的是說 我們想要各個不同立場的朋友 都有各種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價值 那都沒有關係 就像我們 蔡總統在 就職演說的時候說的 在以前大概想到民主 就是想到兩個價值中間的對決 但是現在民主它要變成不同價值中間的對話 意思就是說政府不會再去問說 就是怎麼樣才是組織得起來的 怎麼樣才是仲裁的公平呢 我們問的是另外一個概念 就是說大家有不同的價值 但是有沒有一些價值是大家共通的 大家覺得都好的 另外就是如果大家找到了一些 大家都覺得夠好的價值 那我們有沒有可能有些創新 然後這個創新是結合各界的力量 而不是好像各界的力量互相抵銷的 所以在這裡面 像我目前負責的業務 有一個叫做社會企業的一個業務 社會企業它就既不是 就好像亞洲旗鼓 我把它加一個點 變成亞洲連接旗鼓 它既不是說旗鼓要搬到亞洲 也不是它只要搬到旗鼓 而在這兩個中間有各種連接 那社會企業也是一樣的 就是說社會的力量跟企業的力量 它很多時候是可以加成在一起 而不需要互相的抵銷 所以簡單來講 當我們在做社會創新的時候 我們講的就是說 它是working with the people 它不是working for the people 意思就是說 不是我們想好一套東西 然後要求大家去接受 相反的是跟大家一起 然後去看實際上社會的問題在哪裡 有哪些冒出來的 可以看起來有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 然後我們透過各種各樣的民間的自行組織 把它散播到各個台灣的角落 以及散播到全世界 那在這中間有很多組織形式 包含合作社的形式 NPO的形式 公司的形式 這些都是20年以上的歷史了 那所以我想 我在切換個slido之前 我就先跟大家分享一個很具體的案例 這樣大家比較了解到說 當我們在說社會創新的時候 我們講的就是把各種各樣的力量都結合起來 有一個創業團隊 它像做點點善 就是一點一點做善事 點點善 那他們做的事情是有系統的去看 社會上所有看起來像是弱勢的朋友 然後試著找到說在某些社會環境底下 它忽然會變成優勢 反而我們才是弱勢 等於翻轉對這些弱勢朋友的想法 像這個新人隊長啊 這些很漂亮的這些視覺設計啊 就是他們跟喜漢兒一起設計出來的 有喜漢兒畫出來的 要我畫我其實畫不出來 又或者說他們會跟盲人朋友合作 像台灣也有一家社會企業 叫做電暗對話 它也是世界性的 就是像在我們這個空間裡 但是把所有的燈都關掉 然後大家就一起做一些 就是好朋友討論啊 團康啊 公事營啊 這些活動 但因為全部都是黑的 所以大家會特別vulnerable 特別是覺得 這個不太知道要怎麼辦 這個時候就會有 很有信心的引導師 來引導大家 去做各種討論 那這些引導師就是盲人朋友 所以在經過這樣子過程之後 大家對於盲人的看法就改變了 因為他們在這個環境裡才是優勢 反而我們是弱勢 那所以這次點點善 他們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推出了一個叫做天賦城市 那他們一起工作的朋友 就是接賣者 那接賣者 大家應該有碰過 就是可能肢體有些不方便 可能坐著輪椅 可能是想要賣一些浮香糖 或者一些衛生池的朋友們 那這些朋友們呢 其實他一直在社會上面 就是大家被看作弱勢 那但是呢 我們可能不一定是要用 好像說捐助或援助他的想法來看 我們可以把它看作是任何一個就是服務 然後我們透過服務設計的角度來分析說 為什麼大家跟他們沒有進一步的接觸 可能是因為不知道他的business model 不知道他就是做這個生意 到底最後錢會跑到哪裡去 或者是說他的CRM 就是說他跟你互動的時候 如果說先生小姐行情好的話 你第二次第三次來 如果互動還是類似的 那麼就比較不容易有第二次第三次的關係 那第三個就是他的supply chain management 就是他的公益鏈管理 他可能他批貨的時候 還導致他賣的這個衛生紙 或者他的口香糖 其實旁邊便利商店也賣得到 而且也沒有比較貴 所以其實也沒有什麼到 一定要一直跟他買 所以常常就會有了一次 這個服務的關係之後 就不會有第二次 那當然就是說大家還是會覺得說 那這些部分分別都是可以改善的 所以呢所謂的社會設計 social design 或者服務設計 service design 的這個工作 就是我們用很專業的方法 去把他們當作是專業者 然後去看說他的互動 可以怎麼樣子想要搶 或是他所在的這個輪椅 能不能夠透過一些輔具的設計 他有非常多設計輔具的這些隐形冠軍 把它變成一個mobile station 就是一個可以移動的這樣一個工作台 那或者是說他批的這些貨物 他可以去跟他 或者想說他對正在推公平貿易 那也許有一些公平貿易的茶 或者是一些咖啡等等 但是我覺得這裡面最重要的還是 它是innovation with the people 是跟大家一起去做創新 所以其實他們在第一輛車做出來之前 他們就已經把這樣子一個概念 透過一個很cute的漫畫 放到了群幕平臺上面 那群幕平臺大家知道 這種想法總是大家很認同的 所以要幕八十萬一下就超過一百萬 但是這裡的重點並不是說 只是有人願意掏出五百塊一千塊 來換好像喜漢人畫的枕頭套或床包啊 像我就買了 而是說當有人願意掏出錢之後 他就好像一起蓋一座什麼東西一樣 一磚一瓦嘛 就是有一些方明錄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就好像在康姆利縣機裡面 帶來一起七強一樣 掏出錢的朋友們 他就獲得了一個參與權 所以在這個上面 我們就看到很多的網友 用錢他們的群眾智慧 比如說說沒有無線網路熱點的地方 這個可以當作無線網路熱點 或者是說手機一下子沒電了 你可以放下來 他幫你充電 然後一面幫你充電等的時候 他一面充一杯咖啡給你喝啊 又或者說他可以是社區交換愛心雨傘的地方 因為這個前面有一些職務會等等 所以到這個時候我們就發現說 不管是參加群幕的朋友 還是企業的贊助等等 這些都不是純粹CSR 不是只是捐錢的一個概念 而是把這些朋友們 真的看作是一個專業者 然後這個last mile 他就是比起你固寫來舉牌來講 因為他就是有 上面有一個很大的一鏡螢幕 可以展示各種各樣互動性的東西 也可以做行動支付等等 慢慢慢慢你就把商業的力量帶進來 但是他還是沒有脫離一開始的初心 就是要大家對這些朋友們更了解 而且也讓這些了解的過程裡面 讓他們的工作變成更有尊嚴的工作 所以我想這只是一個例子 還有非常多例子 但是我想我們在做社會創新的時候 就不是政府 我們自己關在台北的某個辦公室裡面去想 而是實際在我們的社會創新的 這個實驗中心 Social Innovation Lab 這個地方是完全開放給大家的 任何人早上明時 晚上十點 十一點都可以來這邊 每個禮拜三我都在這裡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來這邊 然後提出他的社會創新的觀點 然後我們就是幫忙擴散到所有的地方 那我自己也尋回在全台灣 去代入所有在台灣發生的社會創新 然後去給在這邊的各個部會的朋友們 透過遠距的方法 讓他們知道有哪些創新正在發生 以及政府可以怎麼樣幫你 好 那以上是一個很快速的一個報告 by the way 這個足球場也是顯安然化的 他們真的是很厲害 所以就是我們只要給了正確的方式跟舞台 我覺得可以看到很多的新的創新的出現 那我們來看一下網路上朋友們的問題 有16位朋友們想要知道說 如何降低年輕人在學校學習意願低落的這個為難 我自己跟知識的關係是這樣子的 就是我在小的時候其實感興趣的就是解決一些這個問題 好比像說 我一開始為什麼會寫程式 是因為當時我的弟弟應該比我小了四歲 那他這個看書想要學習什麼是分數 幾分之幾這樣的概念 對他比較是圖像思考的人 所以說他就是用這種算式 不是很容易這個理解 所以我就寫了一個好像射飛鏢這樣子的遊戲 在螢幕上畫出一條線 然後有很多氣球 就像剛剛大家玩的氣球 然後這些氣球放在樹線上面 你可能說這是個五分之三的位置 就會有個飛鏢到五分之三的位置 你就發現說不是給它再多一點再多一點 他就會學到說一個線段它是可以去等分等等 那這樣子一種教學的軟體 後來也有很多就是朋友很感興趣 所以我就是幫助大家去學習數學 那但是呢 我這邊想要講 就是說 這是一個書到用時隨便找一個片面 就是說我為了要解決這個問題 我為了要搞懂這件事情 所以我就是要去學習程式設計 或者我要學習一些更困難的一些數學 才能夠把那個動畫做得比較好 那又或者是說我在稍微年紀大一點 大概十三四歲的時候 當時就是很迷惘 網路上一個叫做MUD的一個遊戲 就是大家在文字的這個介面 像BBS的介面裡面 在一個共享的世界裡面玩 就有點像現在魔獸世界啊 或這些角色扮演遊戲 那我就很感興趣 因為在這裡面大家 就算是素昧平生的陌生人 只要一個關鍵字對了 馬上就可以每日每夜的這個組團 互相合作 但是我們在真實世界裡面 其實不太可能一認識一個人 就彼此花這麼多時間在彼此身上 所以為什麼線上 大家會快速彼此互相相信 SWIFT TRUST這件事情 當時我也非常感興趣 可是當時並沒有一個學門研究這個 所以我就必須要了解社會學啊 人類學啊 行為心理學啊 等等的這個不同學門的東西 那很神奇的 就是我只要寫個信 去給這個研究者說 我看到你的paper放在某一個preprint上面 然後我覺得這部分我沒有看懂 那他根本不知道我才13歲或14歲 他就會馬上回信 把我當作同樣SWIFT TRUST 很快就相信我的 這樣子一個研究者 然後我們就就事論事的 一起來做研究 但是如果我不是一開始自己 有這樣一個動機的話 其實那是非常 像今天真正枯燥的一些東西 我英文也沒有那麼好 就是還要自己查字典 所以我覺得 我們當然現在很多是說 Problem based learning 就是說大家一起來好像組隊打怪馬 那就是一起來解決一個共同的問題 但是我覺得很重要就是說 這個問題 它是要在自己的身邊出發的 那我這邊還有另外一個例子 這不是我自己的例子 是我一個芬蘭朋友 他叫Linda Lucas 那他就是教女生怎麼樣寫程式 尤其是寫硬體相關的程式 用Arduino 或者是用一些Raspberry Pi 這些程式 那這個呢 以前他們可能覺得說 我自己所學 或者我的興趣跟這個比較有 但是呢 Linda她的這個長處 就是在找到 他們生活周遭的問題 可以透過這個來 有一些dramatic的一些解決 一些非常天翻地覆的 這樣子一種解決 那都是很切身的問題 我記得她跟我講了很多故事 其中有一個是說 有個年輕的媽媽 然後呢 她的小孩呢 這個有分離焦慮 所以說每次她只要一出門 不管去上程式設計課也好 還是去做什麼別的也好 她小孩就會鬧 而且別人都很難安撫她 那但是呢 這個時候呢 她就發現到說 只要她的照顧者 能夠告訴這個小孩說 媽媽 離家裡 這個再三分鐘就到了 再兩分鐘就到了 再一分鐘就到了 那這個小孩就會 稍微比較沒有那麼緊張 但是你要一直跟她這樣子講 也是一件很累的事情 所以後來她學到 就是用一個很簡單的液晶顯示器 然後配上她手上的運動手環 應該是Fibbit 然後呢 她就可以去直接在那個顯示器上面顯示說 媽媽離家裡還有五百步 還有四百步 還有三百步 還有兩百九十九步 還有兩百九十八步 然後就很神奇 就是小孩就會叮著那個數字 然後就不哭了 然後因為她可以知道說 這個倒數到一步零步的時候 欸 門就會打開嗎 就會倒架 所以她就非常快速地解決了 這個分離焦慮的問題 那這個中間 你說這個詞是真的很難寫嗎 並沒有很難寫 其實你如果有一個很明確的指引 而只去學那些相關的部分的話 那其實並不困難 她大概一兩個星期 就可以寫出這樣子的東西 但在你毫無這個切身的問題 要解決的時候 要把所有相關的東西都看過 那個是非常困難的 所以我們在做課發會的時候 這個有提出一個主張 就是為了盡量朝所謂一生一科表的這個概念去逼近 就是即使是高中生 也應該要自己選修這樣的能力 但是我自己的學習的經驗裡面 我常常看到這個自發的學習 常常有時候已經到達這個 一生一學們的這個境界 就是說我要做的事情就是 解決我切身相關跟我 關心的人相關的社會問題 那這個東西不管天空上面 本來那個星座就是學門是怎麼樣安排的 但你認清楚一個方向之後 那個方向旁邊的行星 不管它在什麼星座裡面 大概都可以成為你的幫助 你不需要所有的整個星圖都背在腦裡 所以這種就是以具體的 切身的需求去出發 然後去透過互動看到說 不同的人都有類似的需求 把這些需求凝聚在一起進行創新 我覺得就是在學校學習意願 可以提升一個很好的方法 但這需要老師把自己的角色變得比較 剛剛是說心虛嘛 可能不是心虛 可能是比較虛心的這樣一個態度 就是陪著小孩跟問題相處 跟問題相處 不要急著拋出答案 因為你拋出答案 它就沒有創新的可能性了 而是你把它陪到一個 他自己覺得說 那我就一定要來做點什麼的這個方式 那這個時候整個學習的過程 都可以是它的一個資源 那我想這個自方的過程 最需要的就是不只是老師 還有家長 都要有耐心這樣子 有17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對於人文的學員們呢 就業市場狹窄前途茫茫 有什麼辦法 確實就是 我只現在蘋果電腦 這個當過六年的這個consultant 那我們在蘋果電腦 跟一般矽谷的公司不太一樣 一般矽谷的公司有的是硬體為網 軟體就是配合著硬體鞋 有些是軟體很厲害 硬體就是配著軟體做出來 有些是PM很厲害什麼之類 那但是呢蘋果不太一樣 蘋果就是設計師最大 所有其他人都訂設計師的 這是蘋果一個比較奇怪的一個文化 就是它並沒有什麼磕層結構 就是設計師說 現在使用者需要什麼東西 然後呢我們就繞著設計師做 所以我加入的時候 我們才 就是蘋果當時才把CREIT 這家公司買進來 所以我大概列臉的時間裡面 有四五年都在跟CREIT團隊一起合作 那CREIT團隊呢 他們最特別要征聘的人呢 就是師人 我們有非常多師人在CREIT的團隊 那這個我們開玩笑叫劇本組啊 但是事實上這裡的重點就是說 機器它在讓人知道 他想要知道的事情的時候 其實這裡面有非常多師學的工作 也就是說我們怎麼樣在蠻短的字數裡面 怎麼樣透過一些幽默的方法 或者透過一些就是情境上面 對於情境又做具體回應的方法 能夠把使用者的注意力 不是一直黏在機器上 而是剛剛好的注意 讓他知道他需要知道那麼多 然後他又回到他自己的生活裡面去 那這件事情其實是非常需要一個就是師人 才能夠做到的事情 那更不要說在每個國家 每個地區都有不同的文化 你要很切實地了解那個文化 才能夠寫得出笑話來 CREIT的笑話才會好笑等等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隨著技術發展的越往前 其實本來以前我們想像中 那些理工科的那些工作 它越來越多就會變成是由機器來做 因為它有well defined input,well defined output 就是它的輸出跟輸入是比較固定的 只要這樣子的部分 其實只要做出一次 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 我們現在透過機器學習 大概就可以做掉這些trivial 就是比較容的一些工作 那反而是這樣子釋放出來的大家的時間 就會花在跟人的具體相處上 簡單來講就是不同的生命經驗的人 做出來的結果不一樣的這些工作 不管是溝通的工作,同利的工作 或者剛剛講的師人創作的工作 這些才會是變得比較重要 但是這些師人來Cupitino 或者是來蘋果工作 他有一個前提 就是說他還是要聽得懂 我們這些寫程式的人 做理工的人 做設計的人的語言 大家畫出一個服務設計的流程圖的時候 這個也不能覺得說 我不去了解,不去學習 所以我想這裡就是為什麼 我們在新的課稿裡面 是把媒體素養,把批判思考 把自通訊的素養 這些全部都放在素養 而不是只是開一堂課 叫大家寫兩個小時的程式 開一堂課寫兩個小時的程式 只是讓大家除媚 除媚的意思就是 不覺得這有什麼來不及的 不覺得這有什麼神秘的 就好像我們公民課 並不是要大家都變成立法者 或者是法官嘛對不對 但是大家就是了解到說 法律是保障人權 基本的人權有哪些 你的基本權利有什麼 那在碰到糾紛事情的時候 總是可以去問 比你稍微懂一點點的人 把更高階的 尖色的法律名詞翻譯成 你聽得懂的樣子 所以這件事情 就會讓整個社會 對於法律的素養 它不是只有少數人在那邊決定 然後大家都只是聽話 而是中間有這樣子一個 就是學習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T級 那所以我剛剛講的就是 城市教育跟就是 網路啊 批判思考這些素養也是相同的 就是說我們並不是要 大家都變成城市設計師 但很重要就是 大家都要有一種感覺 就是說這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我隨時想要學會的時候 我有很充分的資源可以學會 那只要有這樣子的一種自信心 那不管你在意的是哪一個原文的學問 你在意的是歷史 在意的是哲學 你在意的是什麼東西 其實就都可以往這個新的世界 把它互相對接上 所以我覺得 並不需要特別擔心 因為在接下來 最不怕自動化的 就是不同生命經驗的人 來做結果會不一樣的東西 那這個就是人文學問的一個強項 有18位朋友們想要知道說台灣的精英學子 紛紛至大陸求學 那台灣政府社會是否樂觀啟程 還是有什麼陰影策略 這邊我再講的是中國大陸的地區 而不是美洲大陸或者是澳洲大陸 因為這些大陸地方我們也有很多人去求學 那 我這邊也想要想的是說 我想大家在年輕的時候 能夠到不同的社會環境去體驗 我想這絕對是一件好事 以我的理解就是 並沒有誰說這是一件壞事 我想最重要的還是說 出去之後 能不能夠保持 就是對我們一開始的 這個人文環境的關懷跟理解 那按照這個陸委會跟我們講的資訊是說 確實就是出去求學的人 並不會就被洗腦了 他並不會被同化到一種 比較威權式的價值觀 他還是懷抱著 就是我們這邊民主開放的價值觀 那我覺得這並不是一件壞事 那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 等到就是你要去創業 或你要就業的時候 其實台灣它適合發展的創新 就是在不犧牲任何人的情況下 透過公民自己做到的這些創新 這些創新特別適合在台灣發起 然後可能規模化 擴散到其他地方 但是當然也有一些比較 top down 比較威權的一些地方 它適合發展的創新就是 不管其他人犧牲怎麼樣 我就像在這個地區測試這個東西 然後它的規模化 也許它創新出來之後 也可以擴散到其他別的地區 所以我想就是看你做的題目不一樣 你就是在不同的地方去看規模化 那我們這邊特別要做的事情 就是當你出去之後 能不能整團整團人帶回來 大家是不是覺得說台灣是一個 很適合讓創新進行規模化的地方 那這是我們目前包含 剛通過的新的公司法 然後新的產創 或者是外國人才之類的專法 所有這些東西 大概都是在營造一個比較好的 讓創新擴散的環境 所以我們的想法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說外流 人才外流 並不是一個問題 問題是有沒有對流 那這裡的對流就是剛剛特別講的 就是讓在各種不同的學名 以及各種不同在意的價值 做出創新的朋友 能夠在台灣發現說 這是一個很適合讓創新擴散的地方 像剛才的表演者也有提到 這個他很關心可能空氣的品質 那這個就是應該很適合在台灣 進行創新的一個題目 我們這邊看到的 大概兩千多個不同的觀測站 這都不是政府做的 這都是一個叫G0V010 公務觀測網上面的一個視覺畫 那他做的事情就是 每個人用很便宜的空氣盒子 在自己的家裡 在學校 在學校把它當環境教育教材 具體的去知道說 離我們最近的空氣品質 大概是怎麼樣 那環保署它當然精確度很高 這個架也架了很多觀測站 但是它畢竟離大家實際住的地方 比較遠 所以大家一旦有參與感 那這樣子的話 這樣子的數字 就不是大家比較是有感 而且比較願意去參加的 那這個參與感是非常重要 但是也是台灣的一個特色 因為我們在亞洲的其他地方 不只是中國大陸地區 任何其他的地方 我們只要這個去 Present這樣一個專案的話 他們就說不用等到 兩千個測站 兩千位公民 可能二十個就被請去核查了 兩百個就查水錶了 原因是因為它真的是有威脅到 就是中央政府的可信度 因為兩邊的數字 如果哪一天不一樣了 你當然是相信你有參與的那一個 那所以台灣這邊的一個特色 就是我們政府是一直 對於社會創新 是保持著一個 打不過就加入的這樣一個心態 所以我們不但沒有去這個 就是壓制這樣子的公民科技 我們反而是說呢 請公民院用很便宜的方式 製造大家能夠相信 精切度更高的還是很便宜的 國產的感測器 或是說我們就提供免費的空間 再讓國網中心 能夠去把所有的資料都匯集在一起 然後呢 讓這個老師們能夠用水品質 這個空氣品質 然後各種各樣的災房 地震等等相關的數據 去做就事論事的討論跟研究 那所以也讓我們很高興的就是說 像這種創新是適合在台灣發生 那它的規模化 不需要我們特別 國對國的去做什麼談判 或簽什麼合約 各地的社會企業 各地的公民團體 自己就會拿這個開放式的創新去應用 所以我這邊要講的就是說 不管你是待在台灣 解決台灣的生活問題 然後我們透過聯合國務 去發展目標的網路 讓全世界的朋友知道你在做的事 或者你去別的地方解決那個地方的社會問題 也許那邊你覺得比較適合創新 但是你回到台灣來做規模化 我想我們只要把這些人才跟想法的這個對流 的framework的框架做好 我覺得這些都是 我是非常有關啟程的 有18號朋友們想要問說 所有事情都要從好玩開始 才有繼續下去的動力 請問我是否贊成這句話 我是否喜歡現在的工作 一件事除了上以後好玩 下以後之外還需要什麼工作 這其實是三個問題 但是沒有關係 他有一定的邏輯脈絡 就試著這個回答看看 確實就是當時在入閣的時候 一年半之前 當時林軒老師就是院長問我說 那你到底為什麼你願意來當政委啊 是有什麼使命感嗎 還是有什麼責任感嗎 有什麼理想想要完成嗎 還是什麼 他念了一堆 然後我就說沒有我就做興趣了 那所以其實這個是很重要 就是說因為我如果是因為熱情 還有沒有使命感 還有什麼東西 那大概就會碰到挫折 碰到挫折之後這個就是熱情 可能沒有辦法延續很久 可是因為我一開始真的就是不做興趣 我就是對於大家怎麼樣透過網路 不是只是一個人跟幾萬人講話 而是一個人可以聽幾萬人講話 有幾萬人中間彼此聽到彼此怎麼樣講話 我對這件事情非常有興趣 然後我也對於公務體系怎麼樣能夠了解到說 更加相信一些人民 更相信人民 有的時候人民就會願意相信回來 故信這件事情也是非常重要 那我對於這些事情非常有興趣 所以我就是在這個興趣底下 採取一個願者上勾的一個策略 就是任何人來找我 我就幫他去規劃這些東西 但是我絕對不會主動的去說 明天國防部 這個外交部 一定要怎麼樣 我絕對不會做這種事情 所以因為是採取這種 比較是以維護大家的興趣 也在這個過程裡面 不是只是我自己好玩 而是所有人參與的人都覺得說 公共政策本來是一件很枯燥的事情 但是用某種方式參與 好像還蠻有趣的 是透過這樣子遊戲化的方式 不是只是把它變成對我自己好玩 而是對所有人都好玩 所以我想這件事情 它不只是從好玩開始 它持續下去的時候 這就是獨樂樂不如眾樂樂的道理 所以我為什麼還是蠻喜歡我現在的工作 因為我現在的工作 不是只是待在台北 我的當時工作條件約法三章 第一個就是說 我不下命令也不接受命令 剛剛講的這個願者上勾 第二個就是說 比如說我是可以遠距工作的 我在任何地方都算做上班 不一定要進行政院 那這件事情其實也很有意思 因為這樣子 跑去紙本公文的人 就不得不去用這個電子公文系統 電子公文系統 忽然之間就多了 比較多人用 那第三件事情就是說 我看到的一切都可以公開給所有人 那也就是說 你搞階段的資訊公開 在以前是要一層一層往上簽的 但是我一進來就說 我看到的所有東西都有公共利益 所以我看到的任何東西都可以公開 那當然反過來講 我也不能夠接觸國家親密 所以每次那個大型軍事演行的時候 我就要請一天假 所以我到現在還是不知道那個 反空洞在哪裏 其實龐山指揮所我從來沒有去過 所以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我就是等於保障說 所有人都可以藉由我的眼睛 來看到政府的實際的運作 那在我們的網站上面 其實大家都可以看到我每天的行程 我見了誰 每個人做了什麼事情 講了幾句話等等的這些東西 全部都公開在這邊 所以簡單來講 就是說為什麼我喜歡我工作 是因為我不是一個人在做 我的所謂的數位政委的意思 就是不止一位政委 就是數十位啊數百位政委 任何人都可以在來的時候 就可以直接看到說 我幾天前我見了誰 然後誰過來講 這個USR的這個計劃 大學學習生態啊 在接下來會有怎麼樣子的調整啊 跟社會創新方案怎麼樣去結合啊 所有人都可以實際上看到 我所交開的所有會議 跟所有來的來賓 跟我講了什麼 然後就不管透過私訊 或透過公開晚道 來告訴我說 我怎麼樣可以做得更好 所以應該是說 這是一個群眾智慧 一個匯集的一個地方 那同樣道理 不是只有我覺得很好玩 而是所有來找我的人 都覺得很好玩的 所以最後就是說 回答最後一個部分 就是那個元素 我覺得要從讀樂樂 要成為眾樂樂 大概要有三件前提 就是所謂的ACE 就是它叫 Actionable, Connected, Extensible A就是說 不只是這件事我能夠行動 而是說我能夠把它轉化成 大家都可以來做一些行動 不管是來我們的重用平台 連署一個連署案 或者是說實際上 關心你的地區的參與率預算 反正任何人他一分鐘兩分鐘 大概都有一些事情可以做 這是一個Actionable 那第二個是說 在做的過程裡面 它要好玩 它必須Connected 就是讓大家都能夠看到說 我參與了這件事情 我很酷 就要對它的這個社會地位 要有所有正面的影響 那我們舉一個實際的例子來講 就是我一直還在維護一個叫做 蒙典的一個 就是多語言的一個詞典 那這個詞典的一個特色 就是說它每一個詞 它都有一個自己的一個網址 像資料 它就是有自己的一個網址 那你按裡面的材料 它就會跑出材料的定義 你在Facebook 或在其他地方去分享的時候 你隨便拿什麼字 它就幫你配一張圖去 所以就是讓 這是非常Actionable 就是你在做事情的時候 你可以很容易一面去改一個字體 然後把它分享出去 那在這裡面呢 Extensible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說在我每次揪團 就是讓所有蒙典幾千萬人次來 有點事情做的時候 像我們之前有跟教育部合作 去做一個抓字典裡面的錯字的活動 那我做的事情就是找到兩個條目 好比像說明迪跟彪倫 它在裡面有引用同一個書證 就是張景琦 在剛離開台灣的時候 寫的樓城旺段詞 那它裡面有一個地方 括成拖臉真其訣 那另外一個地方寫的是 拖顯真其訣 那這兩個呢 這個我們看著一下就過了 但是大家在Key的時候呢 可能就是有人Key錯了 那電腦可以找得出兩個有所不同 可是它不知道哪一個才是錯字 所以我揪團讓大家一起來做的Action 就是去找錯字 它的Connected就是每一個錯字 都有一個網址 那它Extensible 就是說你在這個過程裡面自己可以給一個評語 那給一個評語的時候呢 它就突然變成一個討論傳 像就五個人都說是這個脫顯 沒有人說是脫臉 然後就有人留言說 把臉脫下來真的很齊絕 可惜兩人已經拍過了face off 已經沒有新意 那所以這個就變成一個桿 那它就會到PTT的這個國文版 或者是其他版上面去宣傳 也就是說它參加這件事情 不只自己覺得好玩 它也可以創造出額外的樂趣 讓任何其他人看到的時候 都add to the fun 都讓它變得更好玩 所以雖然專注地在找錯字的 就像我們一個Fleshmark 一個快閃的表演一樣 可能只有四五個人在中間 一直一起跳 但是被看到吸引來 然後偶爾進去參與一下的人 可能就會失倍於它 而看到這四五十個人一起跳的時候 在旁邊拿起相機直播啊拍照啊等等 這一大圈人 反而才是外面的人看起來說 原來這邊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正在發生 所以不管是維基百科 或者是我們發起的各種這樣子 群眾智慧的工作 大概都是在這個ACE的原則底下去進行的 有十三位朋友們想要知道說 想要分享我自己的生命 左關號閱讀 右關號故事 我剛剛講的就是我自己十三四歲的時候 當時有一個很大的一個轉換 就是我發現了全球資訊網 外外 那到現在 就是我們 像我們這位辦公室 還是一直都有在發 paper 那我們的 paper 呢 其實跟一般的 paper 不一樣 就是我們並不是 一下子就放到這個 peer review 的 journal 相反的我們是放到一個叫做 open access 的 journal 就是 open access 呢 就是任何人不用付錢 也不用定什麼期間 他都可以參加 所以呢他在 twitter 上面呢 就會這個一船石 十船白 就是大家都會看到我的 就是我們辦公室所做的這些東西 所以像我最近才發了一篇 preprint 那它是發在一個叫做 social archive 的這樣的一個平台上 那為什麼這邊特別要講這個 就是因為當時archive 這個平台 其實就是讓我非常改變我的閱讀習慣 可以說是改變我的做學問的習慣的一個平台 archive 基本上就是 就是大家把在做的論文在 peer review 之前 就先丟上來 這是做一個 preprint 就是草稿 那任何草稿呢 都可以在這邊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像BBS一樣 只是你PO的不是這個PO文 你PO的是論文 大家就可以在這邊去看到說 這個 v Taiwan empirical study of open consultation process in Taiwan 那它大概看一下你的格式沒有問題 就會發出來了 所以這邊也有 DOI 也可以有 citation 這個該有的都有 但是呢 事實上它是完全自由的這樣一件事情 那如果有人要在上面去有一個 peer review 的系統的話 很多是有所謂的 overlay journal 就是說在這邊大家隨便亂PO在這個狀態底下 有人去 curate 有人去策展 然後策展出一個保證品質的這樣一個 journal出來 那這個就跟一般的想法不一樣 所以以前是大布列電版科全書的時代 絕對是先編輯先檢閱然後再發表 但是現在維基版科或者AXIV這樣的時代是先發表 再編輯再檢閱 無論如何先丟出來再說 所以這個方法其實讓我覺得當時就是十四五歲的時候 我看到的這些東西它就不是印在紙上的書 因為印在紙上面它的特色就是說你看完了也許會想要做一些行動 你看的時候也許會畫線啊折一下啊或做任何筆記 但是你做的這些都是私人的動作 就是作者都不知道你在做這些事情 別的閱讀者也不知道你在做這件事情 如果是圖書館的話下個接觸的人會知道你做了這些事情 但是無論如何它不是立即的一種行動嘛 那但是呢螢幕跟紙最大的不同 就是螢幕當你閱讀的過程裡 它就已經是一種互動的媒介 所以我剛剛講的這些preprint的這些server 或者是線上這些overlay的討論 你在閱讀的同時你就可以開始問 你跟甚至還沒有看完 就可以開始問其他讀者問題 就可以開始跟作者一起協作 所以大家都會有一種 我不是全世界唯一在意這件事情的研究者的這種感覺 任何人都是 不管你在做多麼偏門的題目 你都會發現到三百個人跟你在做同一個題目 就是會有歸屬感 那這件事情我覺得是當時非常徹底的 影響我跟知識的關係 我就發現說 學習知識這塊的方法 並不是消化它消費它 不是consume它 而是參加它的創作 就是collaborative production 那這件事情就是讓我覺得說 我如果參與知識的創作的話 我就好像走在十年之後的未來 那如果我要等到這些創作它變成主流化 變成課綱審議 然後教課書教材教法 然後再到學校 那已經十年過去了 所以這是一種十年的未來 跟十年之前的過去 這樣子一種關係 那所以我想當時就是我的閱讀習慣 就完全從就是看完紙本寫心得 中間做筆記什麼 完全跳脫出來 變成是很快的看 看的時候找到一些疑難雜症一些疑點 然後聯絡作者變成了我的第一時間的一個反應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不同 有十二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數位時代要學習如何學習 這也是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學習如何學習 其實它沒有什麼別的方法 大概就是要多跟你很不一樣的人相處 這個很可能是唯一的一個方法 因為我們在學習的時候 大部分時候我每天醒來 讀到一個新的東西 看到一個新的東西 很多時候就是腦裡面它會記得 就是跟你本來的思路 本來的思想結構中間的那個差距 那個delta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很容易看到一個東西 然後只記得那裡面 跟我們本來的想法 已經符合了的東西 所謂的同溫層 那並不是因為什麼演算法的操縱 也不是因為什麼這個黑箱 雖然這些可能也都有 但是最主要的只是說 就算一篇非常平衡的報導 兩個有既定立場的人來看 大概都只會記得 confirm他們本來的想法的那個部分 那這個是已經心理局上已經定論的一件事情 所以如果你沒有辦法透過這種被動的知識 或者是論文或者是這些 總之是不是人的 不是有生命的東西 沒有辦法透過傳統的知識局 來改變自己的立場 或者改變自己的一些預設的話 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把腦裡的那個快取清掉 就是把腦裡的預設立場清掉 我們碰到一個全新的環境的時候是最容易的 就是我們為什麼說旅行會 這個make or break friends 因為你跟你的朋友到一個全新的環境的時候 你都會看到彼此從來沒有看到的側面 那在同樣的道理就是說 我們在台灣其實同一件事情 本來就有各種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聚落 不同的生命經驗的人 不同的階層等等 那所以最簡單的方法其實就是去一個 你從來很陌生的這樣一個環境 那像我剛才說我在周二的時候 因為我可以在台灣或世界任何一個地方工作 所以我會很刻意的去 好像說花蓮或者是台東的一些偏鄉 或者按照大家的連署 我就會去澎湖的南方四島 或者是去恆春 去各種各樣不同的發生社會創新的環境 而且盡可能會住一天或以上 然後具體的去了解到那邊的人怎麼樣子 看世界不帶任何判斷 然後到我就是想到說 那當然我一方面有在工作 像大家有看到說 如果在地的朋友 對我們的法規命令計劃 有什麼想法的話 我會當作一個主持人 把他接到台北的現場 讓我們各部會的朋友都知道說 我們每年這個擬定什麼方案到最後執行 可能就不是這樣 那所以他就可以及時的去做調整 而不是每年再調整一次 但是我一面做這樣子一種主持的工作 我一面自己也就正在被那些當地所影響 那這個時候我就比較不會說 好像我一定要急著去解決什麼問題 因為在我沒有融入當地的時候 我急著去解決問題 那只是在重新強化我自己的成見 但是當我先把這些放起來 然後把自己當作一個channel的時候 其實這個時候我就可以看到 有新的學習的方法出現 那它很可能就是我們所謂的wisdom 它是一種累積的智慧 它可能不是知識文上面 就是你可以把它公理化的那些知識 但因為現在公理化那些知識 大概電腦都可以做了 所以我現在是覺得說 就是跟自己盡可能不像的人 盡可能比較久一點點的時間相處 那你就會自然地掌握 就是新的看世界的方法 那這個perspective本身就會引導你 去用不同的方式去進行學習 有時候的朋友們想要知道說 如何加強閱讀理解 不過我想每個人的學習方法不一樣 所以我沒有辦法就是拿我的學習方法 然後就硬套 硬套的話都沒有什麼好處 但是我自己就分享我自己的做法 我自己的做法其實在看一本書 或者看一個什麼時候 我是分成兩個階段來看 就是第一階段是 就是完全純粹視覺掃描 就像掃描機一樣 所以常常我就是拿了一本書來 那有時候是用翻的 有時候是把它旁邊拆掉 然後全部掃描進電腦裡面 然後我就是全部掃描進去 或者就是比較薄的話 可以用翻的的話 就是在完全不在腦裡 發出聲音的情況下 就先把所有的視覺印象留下來 然後不去在裡面畫重點 因為我發現說我如果在中間 一旦停下來開始畫重點 或怎樣的時候 常常它旁邊的感覺 我就會忘掉 所以我一開始就是在完全不 遇生脈絡的情況下 先把這些視覺印象放在腦裡 那放在腦裡之後 我常常就會去可能聽點音樂啊 或者是吃頓飯啊 或乾脆就睡一覺啊 那醒來之後就會開始對這個東西 產生出一些比較整體性的一些感法 或一些感覺 然後看到這些感覺之後 再回去 去因為這個時候掃描就很有用 因為掃描掉的話 你就可以全文檢索 就是說你醒來之後覺得說 這兩個關鍵字 這個有一個新的概念 那這個時候 如果它是電子書 你就可以用這個關鍵字 一下就知道說 它這本書裡面的哪些地方出現 這些關鍵字 就可以有一個知識系統 那如果是紙本的話 就比較困難 所以這就為什麼我還是以螢幕 作為最主要的閱讀媒介 並不是因為它比較好讀 它並沒有比紙好讀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當我看完之後 吃個飯 聽點音樂 睡覺醒來之後 我在腦裡會有一個新制圖 我可能把它畫出來 那之後我就會用這些關鍵字 當作線索 回到那本書裡面去重新理解它 那這個時候 全文檢索就變得非常重要 所以 但是是我自己的習慣 並不是要大家這樣子 但是我對於書 或者是對於知識的這個看法 大部分都是靠著這種全文檢索 跟自己在腦裡 就是掃描完之後 重新組織來達到的 有九位朋友們說 如果客服想創新 卻無法被學生理解 反而遭受攻擊 我想就是攻擊 它就是一種能量 就是重點是 你要怎麼樣去運用這種能量 那我們這邊有一個很簡單的想法 這邊也給大家參考 就是所謂的這個 負能量發電 就是這樣一種想法 所以說 這是我們這個 在去年五月的時候 財政部想要創新 然後呢 就在Linux跟Mac的這個電腦上面 還有平板上面 推出了一些報稅的一些軟體 然後呢 而且報稅報到最後的畫面 還會跳出一個吉祥物 去跟你說恭喜你 什麼感謝你對國家的貢獻之類的 那就是想讓大家心情變好吧 這樣 你要說沒有創新嗎 滿創新的 但是其實去年五月 大家並沒有這個 很買單 在我們的公共震慎網路 參與平台上 就馬上有一位朋友 在提點子這個專區 有個提案 就叫做報稅軟體難用到爆炸 嚴格來講這不是點子 這就是負能量而已 然後那它裡面的內文 更是充滿負能量 我就不浪費大家的時間了 但無論如何 就是說這個負能量一出來 它在網路上面 它也actionable 對不對 actionable就是跟著罵 它也connected 就是說這個你一面罵 你還可以一面分享出去 太extensible 就是你罵完財政部長下台 可以罵官帽下台 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廠商 什麼都會被罵進來 所以在一開始的36小時裡面 上面就是一整片 都是負能量 大概只有不到兩成的朋友 弱弱的說 我用Windows報酬還蠻順的 但是沒有人理他們 所以就是說在這種充滿了負能量的情況下 本來想要創新的 本來那些覺得說 我們好不容易通過什麼什麼資安檢核 什麼功能檢核的財政部 難免會覺得很受傷 這樣子就是 好像就是被罵完了 但是當時我就是開導他們說 這個就是會吵的小孩 會吵的朋友 我們就把它邀到廚房 不是說會吵有糖吃 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邀到廚房來一起做糖吃 這個是做得到的 所以當時我們各個部會都有所謂的開放政府聯絡人 就是剛才講說 好像跟立法委員是國會聯絡人 跟主要媒體是新聞聯絡人一樣 我們這些剛冒出來的五千多人 這些朋友 那就是所謂的開放政府聯絡人 所以我們的PO就是聯絡人楊金恨 他在跟我們確認完之後 他就直接在上面PO了一個訊息說 所有罵得最兇的朋友 都自動獲得一個邀請 在之後某個禮拜五 就可以到財政資訊中心 大家一起來做新一個年度 就是今年的Mac的跟Linux的報稅系統 那這樣一個邀請函一發出來之後 忽然之間那個風向就轉變了 我們風向在網路上就是言論方向的意思 也就是說這樣一PO出來 大家一發現有直播 而且所有大家的建議都會具體被收容 這樣子的時候 忽然之間高達八成的朋友 都非常有見識性 而就開始提出一些具體可行的方法 只有不到兩成還在那邊弱弱的說 財政部長下台 那已經沒有人理他們了 所以我的意思說 只是一個單純的邀約 你就可以去扭轉這個心力動力 那當然說到做到 所謂的CMobility當責 那個也是非常重要 所以當我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就確保說 大家在網路上具體的批評指教 我們運用服務設計的方法 不管是從收到宣導元件安裝之後 登錄或者是下載等等 我們黃色是大家提到的一些問題 然後紅色是具體的困難 然後綠色是一些具體的建議等等 這裡面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當這些負能量的朋友們 帶著這些負能量進入廚房的時候 你不能去和諧他們 因為你和諧他們 就是把它改成一些比較 等英奉詞的公文書的話 他們就會覺得 那你這個藐視他們真實的情感 所以裡面除了人生攻擊 我們拿掉之外 如果有人寫字報多 我們就是貼字報多 有人寫華麗到讓人迷惘 那就是華麗到讓人迷惘 那又或者像說這個 剛剛不是說 最後一個吉祥物出來 希望大家報了這些 心情可以好一點嗎 因為非常很尖銳的指出 想到要報了這些 心情就不好 他寧可這個流程縮短一點 而不是說中心要什麼 讓大家写進一個好的這種事情 所以所有這些事情 我覺得都是非常切實的 如果我們就是選擇性的 去把它吸納的話 那大家下次就不跟我們玩了 但是就是因為 不管怎麼樣的負能量 我們就是把它貼點 那就算有100個人在說字報多 他還是只有一張圖 一張圖就是字報多嘛 所以這裡看的是多元性 而不是所謂的代表性 也不是主人頭 所以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就真的就把所有 能夠改進的地方 都匡列出來 然後接下來開了四場工作坊 在專業的引導師的引導之下 用無趣不睡覺的朋友 關帽就是廠商啊 跟炒得最兇的朋友 而在右下角啊 後來就發現他們炒得最兇 是因為他們比較專業啊 很多是專業的服務設計師 專業的體驗設計師 專業的部落客 專業的資訊工程師 所以整個案子做下來 那個預算是負的 因為把大家所有的這個建議 只是往一加起來 我們事實上有省不少錢 那在這邊用某一個零頭 來做工作方法 所以就是本來的 Windows的介面 在今年在Mac Linux跟平板上 就變成一個比較漂亮的介面 那我想重點並不是多麼漂亮 我們只要砸錢 一定做得出漂亮的東西來 而是說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捲動了上千位的朋友 一起參與 大家都覺得這個一磚一瓦 是自己蓋的 所以就算今年做得不太完美 明年還可以更好 大家都是一直跟這個 無趣無故睡覺 保持一個比較好的一個經驗 所以這邊想要講 就是說攻擊是要珍惜的 人家還願意攻擊你 表示他在意你 人家如果不在意你的話 根本不會花時間來攻擊 所以這也重點 就是說不要take it personally 不要不要把它當作人身攻擊 相反的 你就是把所有來攻擊的朋友 都說這個非常非常有道理 那我們把所有大家碰到的困難 把碰到的困境 把這些大家都碰到的一些問題 當作攻擊的對象 你就不要打在他跟問題中間 因為這樣就打到你了 你就要稍微讓開 讓他去打擊問題 透過剛剛講到的服務設計 跟一些集思廣言的方法 讓大家把問題當作敵人來打擊 不是把彼此當作敵人來打擊 這樣子很快的 你就會發現 你有非常多的志工可以用 他甚至願意倒貼錢 來幫你把創新做得更好 所以我覺得這是蠻重要的 就是把所有的攻擊 都不要看作是人身攻擊 把人身攻擊的部分乾脆就忽略掉 然後在這個過程裡面 大概就可以因此而做得更好 年輕人都想要做自己 有九位朋友說 但是一旦要做自己 就會遇到種種來自社會的 群體的意識的阻礙 而產生挫敗感 如果教導年輕人在群體之間 取得平衡來走出自己的風格 我這邊想要跟大家講一個概念 就是一個叫做Ubuntu的概念 這個概念是非常難以翻譯的 但是它是我們只要是做開放緣 或者是做自由軟體的人 大概都會碰到的一個概念 叫做Ubuntu Ubuntu它的意思 它應該是南非的一個概念 那這個概念就是說 一個人他要藉由跟旁邊的人的關係 才能夠成為他自己 差不多就是這個意思 那這個大概沒有什麼很好的翻譯 我自己在中文裡面 可能想到的是這個 仁義道德的人這個字 但是右邊那兩個話 可能要畫成一樣寬 就是一個等號 所以說你成為自己是因為 能夠在別人身上看到說 因為你的存在 所以別人可以怎麼樣變得更好 那別人也因為就是看到你的存在 然後他也可以想說 怎麼樣幫你變得更好 那有這樣子一種 Ubuntu的關係 我覺得就是我們剛剛講 那麼多社會創新 最重要的一個看法 就是說我們一開始的動機 不管是為了立即 就是說解決一個自己的問題 或者是為了立他 我在意某個人 我想要解決他的問題 但那個想法都是一樣的 就是我們是把解決問題 當做大家都可以共同來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一個social object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就同時有群的成分 跟有己的成分 己的成分 是我看到的 那表示我有一個很獨特的一個視角 這個視角是大家認識我的方法 所以他可以透過我來認識這個問題 但是反過來 因為這是大家都碰到的問題 所以這有群的部分 就是大家繞著這個問題集結在一起 透過問題又更認識彼此 所以就是透過人認識新的問題 透過新的問題又認識新的人 等等的這樣一個就是從人到事情 人到事情 這樣子的方式 它就變成一個循環 一個網路 就是說你任何時候進去 大概都可以碰到新的朋友 然後透過新的朋友 碰到類似大家可以解決的問題 那在這裡有一個安全的空間 像我們每兩個月 辦黑客松 每一個禮拜辦這種小型的聚會 有一個安全的空間 大家能夠去提出問題 而不用急著解決它 能夠碰到都在解決問題的朋友 但是不用急著去 就是好像一定要把問題做到什麼程度 這樣一種不著急 但是大家看著問題 學習一起跟問題相處 這樣子一個東西是非常重要 這種安全的空間 所以在我們社會創新的實驗中心 基本上 為什麼大家當時的這個 Consensus 大家當時的這個共識 是說空間要開到半夜11點 空間一定要有咖啡廳 要有廚房 還有一個大廚 然後旁風每個禮拜都會來等等 大概都是因為說大家會希望說 不是有一種每次聚會就是最後一次的感覺 而是說每一次之後 帶著那個問題回去 再想一想之後 又可以帶著新的來 每個禮拜都可以在這個地方 重新再碰到同一群 或者已經稍微改變了一些人 但是還是在想同一些問題的這些朋友 所以像這種定期的 不管是每週每月每雙週的這些空間 我想是最重要的 那在這裡面最重要的就是說 當人進來的時候 你不要逼著他 一定要馬上提供出什麼價值來 這個時候他就會慢慢在他自己想要解決問題 跟他在群體裡面的位置裡面 找到一個平衡 也比較能夠達到這個Ubuntu的這個境界 有八位朋友們想要說 這平臺好酷 教我教我 經常把經常講 好 那這個平臺它是免費的 就是slido.com 那你只要進去slido.com 然後就是進入你想要開的這個event 那像就是這個event 它就會給你一串代碼 然後有這一串代碼之後 你就可以有兩個畫面 一個畫面是用來投影的 那另外一個畫面是給大家看的 那其實在這個平臺裡 剛上去的時候它就有一個教學影片 所以其實教學影片也相當清楚的說明這件事情 那所以大概就是這樣 其實這個平臺並不難用 有空的時候可以就是多視一下 有六位朋友們在稱讚告白 那這個非常感謝大家的後愛 我也很愛大家這樣子 繼續 好 還有15分鐘 還有25個問題 可能要比較快的這個處理 有五位朋友們想問說 何會高等教育 台南高等教育的前景為何 台南高等教育就像剛才講 新課綱裡面 為什麼我們在高中階段 現在可以開始移入選修 所以移入甚至所謂生意課表 當然很大的原因就是因為少子女化 所以我們有多了很多房舍可以使用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整個學校它可以變成一個 比較多元的一個組成 以前是第八哲課 以前是社團 以前是校外活動的東西 慢慢都可以匯聚在這個學校裡面 那如果高中都已經是這樣 學校課發會都已經可以在 技術高中 峰和高中 普通高中 中間去做這種切換 然後共同悲課 這些領域跟社群結合的話 那當然在高等教育階段 更能夠去這樣子做 那我自己一向是把高等教育 當作是剛講 書道用詞隨便找 那我也很高興知道 我們現在向學位授予法 實驗教育法 半導大學階段 還有接下來的社區大學法 這三個如果都通過的話 那確實在台灣 就比較不會有實驗教育 跟慣行教育 就是博明教育 是兩鬼的這種感覺 而是大家都可以彼此結強不斷 然後甚至是就是一般的這個大學 也可以念到十年 那一個學位 他可能你進去的時候 是某個系所 那你讀了一些課 發現說 你這些東西可以學以致用 你就出去 然後在社會上面去做 可是還是保持 能學校很好的關係 那到某個程度 你覺得說我一定要學一點管理 不然我對付不過來 那你再回來 跨一個月 我跨不同的科系去學管理 那在接下來 我可能要學國毛 我可能要學別的東西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一開始你的關懷 跟你今天要把這個關懷 放大到社會上這個過程 那大學很可能在之後 就是配合著大家的步調 然後任何人都可以 隨時進來隨時出去 這樣一個 比較像遊戲裡面 成就解鎖啦 那樣子一種概念 而不是一進去之後 就卡在一個系裡面 然後就非得 四年做同樣的事情不可 那個當然對於 做學術研究 或者是對於 很專心做一個題目的朋友 那當然還是很重要的空間 但對大部分的就是 在這個過程裡面 會想要有一些發揮的 跨學們跨領域的朋友來講 那這個東西 他可能會變成是 就是他在這個過程裡面 會有更多的選擇 而且他之後的這個組成 就是生命的組成 也不會變成好像是 大學一結束 或研究所一結束 他就不再回到大學了 這樣一個情況 反而他的工作 或者他的生活 跟他的 跟大學的關係 是不斷的平衡的在進行的 那所以我想這個是 我們接下來 尤其在小子女孩的情況下 這個很可能是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趨勢 就我們不會特別是 區分高等教育 跟中生教育 而是說透過其實現在 也已經有在做的 深根 USR 或者一些其他計畫 去broad 去覆蓋到更多的 這個社會的範圍 然後也讓社會範圍 能夠讓大學這邊的朋友們 運用專業的學術工具 來幫忙一起想 然後一起解決 有位朋友 contribute說 Ubuntu可以翻成立大共生 非常感謝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翻譯 真的很謝謝 有七位朋友們想要知道說 數位時代強調閱讀長文 在課堂是否人和實益 可以如何的推動 我想閱讀長文是當然還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有的時候它的一個概念 還沒有辦法用140個字表達 如果大家都只能140個字 140個字看的話 那很容易就是見出不見領 然後沒有辦法有一個完整的脈絡 但是on the other hand 就是說我們在維基百科好了 我們也常常看到很多長文 可是這個長文它之所以長 不只是因為它裡面的資訊內容多 而是說當它裡面只要牽涉到相關的 甚至是不是這個學門的名詞的時候 它就有非常多的citation 就是它就有非常多的書整 然後你一面看你們就出去了 你一面看你們就去 可能就是點一點 然後就睡不著覺了 因為你就看到非常多不同的東西 但是就是說重點說 它不是只是size 它不是只是大小這邊長 維度這邊長 它也是它的深度 它的depth 就是你可以透過這篇文章 去更了解它所存在的這個脈絡 那我覺得現在當大家在一起讀一篇文章 或一起做一個專題的時候 每個人本來一開始切入的角度都不一樣 所以如果這個東西它是一個social object 就是說任何人都可以進來 然後任何人都可以共筆 然後隨著共筆把它越寫越長 那這個時候 因為是大家都參與的 所以到最後大家都會覺得說 欸我有一份 那我有一份的這個 它不管只是找書證 或是去找多媒體 或是錄一個短片去把它講得更清楚 或怎麼樣 它是要覺得說 這個東西是我創作的一個源頭 那長度就不會是一個問題 但是當它如果只能閱讀 而不能夠有所創造 或是也不能有所連結的時候 那長度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並沒有就是看的時候能夠做什麼 那我們這一代的 應該是說比我年輕的 所謂的數位原住民 基本上總是先從螢幕上看東西 而不是先從紙上看東西 只要你是先從螢幕上面看東西 基本上你看到一半就一定想做點事 所以如果你能夠有一些事情給它做 那這樣長完就不是一個問題 大家都可以一起加註 一起公筆 一起找資料 但如果你讓它要回到紙本 然後還不能夠做事情 那像現在很多小孩 一個電腦螢幕或液晶螢幕 他會想要拿手在上面滑 然後發現不能滑 他就會說這個螢幕壞掉了 這時候他已經預設說 這件事情是有互動的可能性的 你如果沒有互動的可能性 只要他看一長篇的紙本 他就會覺得這個紙壞掉 大概就是這樣子的意思 所以我覺得中間還是一定要有 大家input的一些地方 有八位朋友們想要知道說 目前的教育部跟台大 目前都就是領導人從缺的一個情況 我的看法如何 對於高教有何影響 我的看法是說 就是整個社會 因為這樣的關係 對於行政法跟公法 都有非常多的額外的了解 我以前對於行政程序法 沒有那麼了解的 現在忽然變得比較了解了 我想大家都是這樣子 那對於高教有什麼影響 我其實不是非常知道 我自己之前是參與課法會 就是聖言國家課法會 所以我當然一直非常concent 就是課上會 到底能不能在 就是有限的時間裡面 讓課法能夠在明年上路 那目前看起來好像 比較沒有受到這件事情的影響 但是在高教部分 因為這比較不是 我很熟悉的 就是教育行政的話題 所以其實我沒有辦法回答 但是就是我自己特別care 因為之前帶過課法會的關係 的那個部分 目前看起來好像是還好 有六位朋友們想要知道說 從小如何閱讀理解 才這麼學識淵博事業廣 或表達無愛 好像是異媒之詞 OK 我想就是 剛剛其實有講 就是說我在看書的時候 我不是為了考試 或者是為了把它背誦下來 或者是為了任何具體的 跟這本書有關係的這個脈絡 而是就是全身處於興趣 我就是想要看 所以就看了 那等到稍微再大一點點 想要解決一些社會問題 想要做一些創作的時候 那更是覺得說 這本書那反正我就是翻到裡面 我可以用那個段落 前後都不用管它 然後我就直接就是學到什麼拿來用 那真的解決不了問題了 我反正寫信問作者就可以了 所以對我來講 其實分成兩個階段 一個階段就是純粹處於興趣的瀏覽 那第二個階段就是 有了網路之後 書變成只是我跟作者交朋友的一個藉口 簡單講就是這樣 就是因為他花了那麼多時間寫一本書 那我對他有所貢獻 有問一個具體的問題的時候 他一定不會不理我 那就是懷抱著這種 就是其實沒有什麼根據的這種信心 所以我就不管那個作者的這個地位 像當時有看一本書 叫那個Gridel Asherbacher 那他是所謂GEB 是一個叫Dolors of Stater 在當時就已經是人工智慧的泰斗了 那他後來也有寫了一本關於翻譯的書 但是我看了就覺得說 他裡面翻譯有一些問題等等 然後所以我就直接寫信給他 那當時呢如果是一般的這個學門 大概就會覺得說 你要先這個念到博士 甚至你要去申請他的那個AI的實驗室的研究員 你才有可能跟大師這個親殖大師的風采 可能還要寫很多這種異美之詞 那個他才會理你 但是事實上當時我就是寫一封Email過去 那他就甚至是用漢語平音 他就是用華文回我 我不知道他事實上是為漢語平音 所以後來我們就用漢語平音寫了幾封Email 那樣子其實就是把學術的這種神秘性 在我的那個幼小的心靈裡 17歲裡面就整個除媚掉了 就是說我根本不需要去什麼國外的什麼LAB 我也不需要去考到什麼什麼GRE什麼東西 我只要對他的這個作品有所貢獻 那我隨時跟他就是一個平起平坐的 互相研究者的這樣一個位置 所以我想這件事情對我是很重要的 就是說並不是好像我自己懂得學士淵博或什麼 而是我所有不懂的東西 我都可以去問整個網路上的朋友 那我會相信說不管任何我搞不懂的東西 那總是在地球上有某些人也在做類似的研究 那這些疑問這些問題 就會是我跟他的具體的討論的藉口 就是一個大家能夠聚集在一起的一個地方 有四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如果在課程吸引華時代的注意 那大概簡單兩個方法 一個方法是一個比較笨的方法 就是你就禁止使用手機就好了 那當然這個會造成相當多的負能量 那第二個方法就是你想辦法把他手上的手機徵收過來 像Slido就是一個很好的應用 因為各位的手機就被我徵收過來了 那徵收過來之後 大家還是會有滑的衝動 但可能就是滑別人的問題 大家還是會有按讚的衝動 這個心理學上真的是這樣 Facebook之後 這個常常很多人二十分鐘裡 不讓他有一個讚的形狀可以按 他回聲不對勁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這個Slido的那個大拇指就畫的跟廢復一樣 所以就是你有那個按讚的衝動的時候 你就按一下就適合 你就是一下子就可以把那個多班回錄 這個取得一點點獎賞 然後你又可以回來聽我演講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說 把學生的手機徵收過來 並沒有那麼困難 他也不是一定要用Slido 任何他在手機上面能夠簡單做的一些事情 不管是查閱資料 或者是一些互動性的東西 現在應該都有非常多的方法 那最主要的就是說 這樣子的話你就不會有那麼多負能量 因為他們不用把手機收起來 而且大家在看著手機的時候 心裡想的還是這個課堂上面的事情 那我覺得還是要用某種方式去結合 因為在未來可能不只是手機了 包含手錶啊 所有這些載具 它都會變成是學生已經很習慣的東西 你當然還是可以說 在這個課上我們就都不用 那但是比較就是有正能量的方法 還是就是想辦法把它征收過來 至少這個稍微征收過來個半小時一小時 然後讓這個過程裡面是 就是拍照手機也可以參與一個 不管是一起畫畫 一起查資料 一起畫筆 或像slider這樣子一起提問題 我覺得都是一些具體可行的一些方法 有四大朋友想知道說 新世代電子閱讀的加乘方法 能不能夠讀一些介紹 現在在像我剛剛講的 自己把一本書材料掃描 那個叫做自吹 吹就是吹火的吹 吹式的吹 那個就是用這個關鍵字器就可以找到很多 或者不贅述了 另外一個就是在電子閱讀的過程裡面 我覺得像不管是維基百科也好 我剛剛講到Axiv也好 或者我小時候就有參與一個叫古藤堡計畫也好 它大概後面都是有一個相同的概念 就是說當你看到錯字 當你看到它引用書正有誤 當你看到你就是很想跟作者講一些什麼的時候 其實現在像Amazon Kindle 或Rimoo這些 大概也都開始有這樣子feedback的方式出現 就是你看到什麼想跟作者講的 或想跟其他讀者講的 你至少說畫線或怎麼樣 這個訊息能夠讓它傳遞到社群裡面去 那我覺得大家可以多花一些時間在想說 我把這些訊息傳遞出去之後 我有沒有可能就是當別人也回了我之後 我更多花一些時間在 就是跟它建立長期關係上 就是當你看到別人畫線或別人這個家住 或別人甚至在Facebook上面分享或怎麼樣 然後你很認同的話 那也許可以就直接發一個邀請去說 我覺得你這個非常的有道理 那有沒有可能說我們約個時間 不管是透過時訊還是見面 還是加入什麼讀書會還是什麼東西 總之就是把這個在線上的比較是一次性的這個互動 變成是不管是線上還是線下的持續性的互動 那尤其各位很可能都是課堂或者學成 或共同備課的組織者 那我覺得這個中間其實有非常多可以玩的事情 因為如果透過這個去認識的人的話 第一個這個會讀書的人大概都不是壞人 第二個是說在這個過程裡面 大家就可以去想到這個知識是結合在大家的生活當中 它就是embody 就是它是有一個有一個身體的 而不是好像是就是你跟這個知識 一個抽象的關係 所以我還是覺得說我不敢再看什麼 對我來講都是一個去認識人的藉口 那這件事情是放在心裡 那當然別人不一定想認識你 所以這個已讀不悔也是很多 但是就it's nothing personal 他可能忙嘛之類 所以就是多發一些邀請 然後不要覺得這個人家不理你是personal 但是多多少少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就可以聚集出比較多的人際關係來 那所以我們最後一個問題 剩一分鐘了 現在網路現在可以進行各種學習 我認為大學是否有其存在之必要 或者它的形態要如何的轉變 我自己覺得大學它如果就是一個場地 而這個場地它是開放的 就是任何在進行學習的朋友 進行研究的朋友都可以來使用的話 一個所謂的開放性的大學 那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 因為一個人在不同的空間裡面 他就是會有不同的focus 那一個大學他就讓在這裡面 主要的focus就是在知識的共同創造上 我覺得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更不要提目前還是有一些像 物理學等等的研究 就是要很昂貴的設備才能做 那所以大家也是來這邊 存取這個設備的這個方法 但是重點可能並不是在這個大學 它maintain了多少設備多少空間或什麼 而是大家能不能夠用有創意的方法去運用它 他多願意開放這些資源出來 然後讓不管是在社會上面 或者是在就是不同的學習階段的 甚至一些高中 甚至一些國中國小的學生 他就是覺得說他運用這些東西 他也可以做出在他的那個學習階段 有意義的創造 你的這個年齡層跟領域 跟各種不同的社會階層越開放 它就越有可能變成一個 把大家集中在一起的地方 那把大家集中在一起的地方 這件事情它是絕對是必要的 我們沒有辦法 目前沒有辦法透過VR 或者透過這些社群網路 就讓人有一種我們在一起的這種感覺 所以只要越這個吸引越多領域 越多年齡層的人 這種團結的感覺 solidarity就越強烈 它就越不容易變成是好像在象牙塔裡面 本來就已經這個抽離了所在的社會環境 那當然任何時候任何地方 這稍微除高一點的薪水 或者是怎麼樣 就很容易挖過去了 但是當這個你已經是生根了 然後跟所在的地方 有很具體的連結的時候 我想這樣子 任何人生意的情感 才是我們做學問的時候 最有利的一個支援跟一個後盾 好 那我們今天時間就 剛剛好就是到這邊 那非常感謝大家非常好的問題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